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是 这道题考察的不光是操作系统的功能 跟考察它的基本功能 我们还是结合概念来看一下操作系统 首先它管理的是软硬件资源 其次它完成的是计算机工作的调度和资源的分配 后面这一句非常容易混淆 我们先来看一下计算机系统的结构 我们还是把它分为四个部分 硬件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和用户四个部分 ABC选项呢 提供功能强大的网络管理工具 提供用户界面 方便用户使用 提供方便的可视化的编辑程序 这都是给用户营造一个管理和环境 所以ABC选项呢 其实都是应用程序的基本功能 而为什么这里放在了操作系统里面呢 是因为操作系统呢 是承载着应用程序和用户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但它并不是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功能 所以这道题的选项呢 是D选项 控制和管理系统内的各小各种资源 还有选项 方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